大家好了...刚刚李家超开了《记招》 刚刚看完也要评论一下 究竟整件事情是怎样呢? 我不妨重温一下 最初就是因为有些人很多事实体出 赢得不通软而这人议倒了 于是提出不应该发毒 不断在法院上诉 包括律政司 到终审 终审就说他没有问题 认为没有问题 现在跟着李家超就走出来了 跟那帮反对Tinmofan律师的人一起出来 就斥责这些人 没有不可信 妨碍国安 大家又冷静一点 我们讲道理而已 本道理和所有做正经做平的人都是用道理出发 大家讲道理而已 其实他说不清 怀疑人家又不保密 又不忠诚 不专业 会把资料送给类似不保密 信不过 是不是外国人信不过呢 后来看到很多法律界人士都很反应大 认为我们恒之有效 整个系统 去到国安 包括列显伦 前中守法律法官 我们法官懂得判断的 一位律师不可以说一个律师就審不了案的 没有这回事的 最终权在官那里 它说有机制 律师的人编闻讲 大家记住了 包括梁爱斯都出来 我也评论过 大家可能还有些印象 争议要点就是这些律师是不是信不过 是不是全部不让他来 当日李家超就叫 现在讲到差不多三四个礼拜前 就说要提请人大释法 于是乎 应该还是上个月的事 月尾的事 所以月头本来审立即就住了 是不是 好了 现在终于开中间有一段时间 有人说认识 有人说不认识 有人说不应该认识 甚至有争议 这样 这个是不是一个法治问题 还是一个政治问题呢 我们认为它是政治问题 而且是一个无聊的政治问题 有个别人士认为有政治问题 怕官审不了案 判不了一个辩方律师 是不是外国人 说了说了就变成了种族歧视 是不是 其实牵涉的问题是颇大的 大家都明白了 这件事情 但是我们记不记得呢 其他人就不记得 李家超提请人大有七个问题 我们有时间再看他那几个很复杂的问题 但是今天刚刚刚认识法 结果很简单 结果是什么呢 其实简单来说就是李家超你决定了 人大的释法就是涉及这些律师 这样复杂的事情 他不用原则去决定 而是把权交换给国家安全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就是李家超主持的 那些国安委员当然是绝对信得过 当然也是绝对 李家超看法是一致的了 看法 如果李家超决定这个律师就不能来 那Tmuffin就不能来 这个律师Tmuffin说没问题可以 那他就能来 很复杂的东西突然变得很简单 就是一个常识的问题 一个常理的问题 就是李家超如果觉得他 如果多了一个程序 多了一个程序就是很多如果有争议 李家超就可以用一个认证过程 他就可以插着手进行一个认证过程 可能以后都叫他 你签个名字 我们这件案有这么多律师 你签个名字 如果他闭上眼 从善如流 照签一下就没有问题 所以我初步看到的结论就是Tmuffin 是继续可以在这件案上做辩方律师的 只不过就要李家超同意 李家超去到我们核心中核心了 究竟会不会同意呢 人大没有说到的 在释法那里 我不妨介绍一下人大释法三点 说要国家安全在国家安全委员会 根据第14条有权对国家安全委员会判断决定 有法律效力 他的决定可执行性 香港特区立法 司法 全部人都要尊重 执行国安委的决定 表面就是国安委决定 特区发言在审理案面中遇到涉及是不是国家安全 有关材料是不是涉及国家机密认定的问题 那就应该行政长官提出 并取得行政长官做该等问题 发出一个证明书 即是家超多了个权 就写证明书 上述证明书 对发言有约束力 即是说李家超如果说 这个Tmobin不可信 我认为他 我不让他做 我DQ他这件案 这样的情况 他就没得做了 不是很复杂 还有第三点 不具有香港特区全面执业资格的可行律师 是 是 是 不具有香港特区全面执行的职责 自己做了判断 就问你自己去发出这个证明书 总之 其实都是要阿超 有人提出或者没有人提出 也好 没有人提出阿超认为有问题 他都可以发出一个证明书 就是DQTmobin 到这个时刻 似乎还没听到他说他准备DQTmobin 辩方律师 即是黎智英的律师 如果不行 不行 不可以让他做 我们常理 阿超哥你是不是要给一个理由 以作伏众呢 那你说此处不须理由 我不喜欢他 他样子衰 行不行呢 我想你都没那么怪异 因为呢 这件案呢 也是全世界看着的案 如果你说 哦 我不让他做 让他做没什么的 行了 我相信 即是法 签个名 可能不用他签名 没有人提出意义 可能不用他签名 我们看清了些字眼 我当要他签了 都是闭上眼签的 即是可能以后的国安法案 那些辩方控方的那些 律师名单 法官名单都要给阿超 你签不签不签 那当然可以签可以不签 不签就没得做了 即是 当然有人质疑 你不是权力大过法官 那表面又不是的 因为他不是做审判的角色 不过他有权DQ 那些律师而已 那什么情况之下DQ呢 根据这个释法就没有说的 其实没有给到一些指示 是怎样的 只是认为涉及国安的东西 那就可以DQ 大家希望我这样的讲解 几分钟 不要吭气 大家就清楚这个 现在的position 即是究竟法律里面的position是怎样的 是 那我都留意到呢 终审法院 好法院司法机构呢 一早就出声说 哦哦哦哦 我们欢迎释法 厘清一些东西 那其实我一直都怀疑呢 就是 就是呢 又要顾着阿超哥的面 但是又要顾着呢 你不让这些海外律师来执法呢 就是不是执法 就是来做辩护呢 那就引起很多司法界的人很不满意 那我不是得罪啊 李家超 说他不懂法律 他都懂多少的 做了这么多警察 那么 他的记者资料会里面说的东西 都合乎常理的 都合乎法治的原则精神的 那么他也都没有说到 应该我听不到他说 不会给T-Mobile做了 那我想他研究一下就作一个决定了 那我也不干预他的决定了 不过我就提醒他一样东西了 大家都应该提醒他一样东西了 法治呢 就不是说 那给了个权我 我喜欢这样就这样了 法治不是这么理解的 大家搞清楚 所有官判案都要写个 十几十页到几百页那么长的判词 他为什么要写那么长呢 不用了 有罪三年 完了有什么想说 没有 有什么求情 说了 说完我决定 我接受接受 接受不接受不接受 法官大了 是不是呢 不是 各位知道 法官都要写出来 将他的理由写出来 而这些理由成为法律文献的一部分 而是存了几百年 每一件事 每一个决定都有理由 作决定 才成为我们所谓common law 那么丰富的 那么丰富的遗产 因为里面全部都是说理由的 如果有一天突然有人说 阿超 你没有一个清楚的理由 纵然有权力在你手里面 你要作出一个DQ Tmoven的理由 你给不到一个好的理由 你估计我的演绎是怎样呢 我就说你不要管我的演绎 你估计国际的演绎是怎样呢 黑暗的司法制度 就不是一个国际级别 透明度 有质素的司法制度 而这个强政长官呢 不需要给理由 就可以了 那么释法那里没有说到 你用不需要给理由 可以不用给理由 由你做出判断和规定而已 而你的决定呢 对法院有约束力的 是吧 大家要知道这件事情 说到这里是否清楚呢 究竟Tmoven能不能做这个辩方律师呢 暂时应该是未知的 我听过记招 可能不知道有没有听过 应该没有人问到他 他要决定做研究 这个释法最重要就是给了一个权 根据香港的法例给了很多权特首的 包括更加权力 搞到我们要戴口罩 这个都是特首的权 但是他任何特首行使这些权的时候 他都有一套咨询过程 和说一堆理由出来 合理不合理 是不是笨 还是固执 还是偏见 都好 他要说他的理由出来 我们现在今次 现在呢 我就期待着李家超 你给了一个理由 为什么Tmoven不能做 好的理由 我们是讲道理的 我们做媒体的 做评论的 我们都是讲道理 如果我们没有道理 别人都不听我们说 是不是 你这个人乱说的 没理由的 我们都活不下去 同样做特首都是做任何事 离不开个道理 你没有道理 那些法官都会很不高兴 不单止法官很不高兴 全世界都指责李家超你 我现在想的是李家超 你做一个决定 如果你只是说 这个Tmoven 就是 红书露眼信不过 所有红书露眼我都不让他做 不是 你又不可以这么说 我相信你不敢这么说 那怎么说呢 我都等着你给一个圆满的答复 好了 大家拭目以待 究竟Tmoven 能不能做这个 黎智英案的辩护律师 我觉得整件事就不算是轻轻放下 不过人大就避开了 由他去负责DQTmoven的责任 就给李家超了 那李家超如果你做的过程 不是干净利落漂亮呢 那我也不知道后果是会怎么样 等于责任就百分之一百是你自己的了 就不是我们其他人的了 其他人都在说道理 如果你没有道理去做一件事 那你就明白后果是你自己要负责的了 好 希望这个简短的 也不简短了 十几分钟不长 但是希望大家可以对这个人大释法 有一个简洁的正式 还有大家不要沦息给评论和意见 我们的评论意见 是几百万人的意见 应该重过这个特首个人的 他可能很聪明 绝顶聪明 但是他未必可以考虑所有的事情 那我们提醒他 不要愚蠢 都是我们的责任 好 欢迎大家 多谢大家听完这段影片 我们下段影片再见 再见 谢谢大家 我们下段影片 感谢观看